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蛋漿做得不好 有时候太硬,不得软滑 有时候糖水太多,又不净 所以它的份量是要准确 首先要一个水皮和酥皮 水皮有鸡蛋、奶、猪油、糖 每样东西都不可以少 最主要就是猜皮 最主要就是猪油 很重要的是奶粉 奶粉不但会香 还可以帮它的色水更好 你没有了奶粉 它的色水是不漂亮的 我们摘四次,比较松一点 比较松一点 我觉得是摘皮有很大的技巧 如果摘皮摘得不好 就已经很多时候是黏壳 或者是卸身 你太軟了,有时候摘得不均匀 好了,你太硬了,又裂了 摘皮上来就没有一层层 变成不得松碎 最主要就是软眼适中摘 摘皮就很好 当然,油、漂亮 我们选料是漂亮的 一定效果比较好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